医疗与保健 一 概念界定 医学是为了解决疾病症状 而所有疾病症状皆因体伤与热能不足所致 因此 预达此目的 既要通过医疗影响组织器官运作 来处理体伤 解除症状 又要通过保健影响热能作用 来改善体力 间接疗愈疾病 所以 医学必须包括医疗与保健 两者缺医不可 这个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 为生病的理由 一个就是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的一项问题 一个是身体怎么样 能量不够的问题 好 那所以你要这两个要解决 一个要透过医疗的途径影响组织器官运作 才能达到 一个要怎么样 通过改善热能部阻 那就是保健 所以中医它竟然是一个医学 那你看喔 医学它必须要有保健 那保健算不算治病 间接治病 对吧 它可以影响理想来达到间接治病 所以它有没有治病的功效 有啊 但是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西医说 不能说有治病 说治病就是密医 有没有 那如果这样讲 中医的中药也是密医耶 对吧 中药你日常的药性之说 也是密医啊 你温敷也是密医啊 就它也没有虚度性啊 对不对 那这个在中医是治疗疾病的 那现在在西医的政策下 你保健的这一块是不能谈治病 只有医疗人治病 那疾病的状跟体力虚弱 要不要保健 要啊 那没有它怎么好 那这个不叫治病是什么叫治病 所以你这样想你就知道 现在原始点说 哎呀 我们不治病 好委屈你知道吗 我们自己说不能治病 因为你们都密医啊 如果你们都有医疾之道 我就给你们了 都说可以治病 原始点哪不能治病 症也可以治 状也可以治 他素体箱也可以 本素体箱都可以治 这不是治病是什么 但是你西医就是 不准你强调治病 治病就是夸大医疗型 他不会治病又怕人家夸大 我 我也只能认 我 你还听懂我的意义了 好 我该批判的已经批判了 我们继续看下去 医疗主要是通过影响组织器官运作 来处理体伤所致之症状 以达到解除症状治疗疾病的目的 所以是治疑病 出于解除病苦的急迫性 所以要求医疗必须具有素效 医疗包括诊断与治疗两部分 而其治疗方式可分为内治法与外治法 此两者都必须在诊断的指导下进行 其中内治法是根据变病的诊断结果 配与西药 并用口服 注射 点滴等方式 将药物送入体内 来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从果处理体伤 以达到解除症状治疗疾病的目的 外治法则是根据症状部位或异常形态 以推断治疗的位置 然后用按推 刮痧 复健 牵引等 非侵入性方法 或针刺 手术等侵入性方法 从因处理他处体伤以解除病症 或从果处理患处及异常形态 以解除症状 外治直接处理患处异常形态 或他处体伤内治则否 此为两者之根本差别 这些其实每个字 几乎我都很严谨的把它拎出来 所以在写的时候 这一段是不好写的 那开始写的是中文帮我写 它文章能力比较好 那开始我就把里面的 很多比较逻辑性的 有关的 就是一一把它拎进 比如说什么是医疗 医疗就是影响组织器官运作 来从来足以体伤所知之症状 对不对 你达到治病的目的 他绝对要治病 对不对 所以才成为医疗 那这个医疗 它有一个跟保健最大不一样 它是直接 所以对疾病有怎么样 塑效性 它快速而有效 你们就可以看出来 像原始点一样 9秒钟马上就有改善 快不快 非常快 它比热人在修复体伤的时候 就更快了 所以它医疗有这个特色 那在医疗上 它所谓的医疗有分两部分 我常常讲的就是 诊断跟治疗 有没有 那治疗一定是在 诊断的指导下来进行 治疗有两种方式 一种叫做外脂肪 一种叫做内脂肪 那内脂肪要达到医疗 只有西药有办法 中药或原始点的僵或生 达不到 因为你谈医疗 一定要影响组织器官运作 对不对 但是它只能间接影响 因为它要透过热人来推动它 所以它没有办法直接影响 对吧 所以姜或红生或中药 它只是改善体质来达到改善热人 增强体力 然后来影响体伤 组织器官运作 所以它是间接的 所以它达不到直接从医疗的途径 它只能透过保健的方式 我这样讲你们听懂了 所以谈到医疗内置法 指的只有唯一一个西药 其他目前全世界没有出现过 还有什么能达到医疗的效果 所以它很厉害 你看你失眠我可以用西药正病剂 影响你组织器官运作 让你昏昏沉沉的就睡着了 对不对 你痛我就会用一些神经阻断剂 让你感受不到 病就好了 那明天会不会痛 我不管你 我先把你痛止住 麻烦也是达到这样 然后你水肿 我也可以局部 让你的组织器官运作 达到怎么样 利尿的作用 只有它有 中药有没有 联系点有没有 那个中药或 姜生达不到这样 它是改善热的 不可能直接就去 影响到组织运作 那西药有没有办法 确实有办法 所以它可以达到医疗的目的 好 这个 所以谈内治法指的就是西药 那外治法就多了 外治法 真是穴位 或按推原始痛点 可不可以达到 可以 而且还是从医解症 那西是处理患处 它没有他处比伤的概念 所以它处理患处 要不然就找异常形态来处理 也可以达到从活解症 有没有办法 有啊 你把异常刮干净了 没有异常 哪里肚子还在痛 了解我的意思吗 你肚子痛 喂啊 我就把你胃全部割干净了 你肚子还有哪里还在痛 那痛的部位都被它割掉了 所以肚子痛也不见了 所以它是从活解症 从活解除症状 而不是从阴 所以在这里外治法又有分 从阴解症跟从活解除症状 不一样 但从哪里分呢 从位置 从他处的就是从阴解症 从患处或异常形态下手的就是从活 这样就容易分了 所以这一段就在谈这 这样你们看懂了吗 看懂的举手 我看一下 已经听懂了 所以还是要我来表达一下 还是有用的 好 那我们医疗的部分 大概就是在这一部分 那我们现在来谈保健 保健主要是通过影响热能作用来改善体力 即增强免疫力 自愈力 以修复体伤 尤其是本处体伤 如此处理 不仅能保命增瘦 及预防疾病发生 还可使虚弱的体力 或受损的组织得以恢复 从而达到保病增瘦 致胃病 及间接疗愈疾病的目的 所以 保健是医学不可或缺的核心 保健方式亦可分为内治法 外治法 及其他 其中内治与外治 主要是靠药室之内热源 与温敷之外热源 并需结合诊断 才可达到改善热能不足 增强体力 间接疗愈疾病的目的 其他方法包括健身运动 如太极拳 如太极拳 拉筋 跑步等 充分休息 如避免劳累 熬夜等 心态调调整 如情绪管理 心理辅导 打坐 忏悔等 其实所有篇幅 如果让你们读最难懂的 我认为有两篇 一篇就是变音 如果变音我不讲你们 不知道 我是在讲两套诊疗体系 对吧 然后从生老病史一路讲下来 但另外一篇就是医疗与保健 为什么 因为他每一个字都要很小心 就定义要很明显 比如说吧 我们来说 心理调整 有情绪管理 心理辅导 心理辅导 是保健还是医疗 医疗 医疗保健都有 心理就能达到医疗跟保健 好 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你心情愉快能达到医疗 我手只够痛 那你叫我心情愉快 我也愉快 但我的手只痛有没有好 就很明显嘛 那没有好 你怎么说你是在医疗 看什么病 好 你说什么病他人治 心情愉快就人治 立即人治了 心情愉快我不是讲嘛 就像我重病讲 良好心态 有没有 他是改善热人 但不能直接治病的 对不对 有没有 我是不是这样讲 那你能治什么病 我就不相信 我头痛 你叫我心情好 我现在快乐 我头痛这样的就好了吗 我不按推延时痛点就会好吗 不会 所以医疗跟保健 他一定有分歧的嘛 我说他能够 医疗一定还要有一个特性 他叫做什么 塑效 有没有 那你快乐心情愉快 有达到塑效吗 没有嘛 所以怎么能说治疗呢 好 那这样说来 外面有一种叫做西医讲的 他们叫做心理治疗师 有没有 他人不能称为治疗 可不可以 当然不可以啊 但是西医今天他老大哦 他说我说这个可以 他就可以 因为西医根本没有保健的干预 他乱扯 所以他事与他 有一个保健的医疗 医医师 他就是保健的医师 心理本来就是保健 怎么能称为医疗呢 这个等于保健跟医疗已经怎么样 困扰了 你一定就是 他们的干预也是不清不准的 了不了 好 再来 有些人说忏悔会致病 忏悔可不可以致病 忏悔可以让心理比较愉快 就是不再那么难过 对不对 也许你可能 为什么我这个病 这么久没有好 那你就会去找很多原因 来替自己心理能够 事怀 有这种功效 比如 我这一根指头都 为什么痛十年都不会好 就会想到 我可能是有因果病 可能上辈子不知道 做了什么坏事 要不然我来忏悔一下 磕个头 磕个头心理是比较好过 那指头会不会好 我还不敢讲 了解我的意思吗 但 但对心理 一些心理的病 他确实可以起作用 有一些失眠 睡不着觉 可能他就一直在反正一件事 他磕几个头之后 他也觉得他病可能好一点 有没有 有可能是这样 但 如果他指头痛 要祈求畅悔来治病 那是不可能的 他的业障之所以 这么重 是因为没有遇到我 遇到我 我几下就好了 干嘛痛十年了 就像竹笔痛 他业障重 是因为他没有遇到我 所以这个宗教 我在这里就是要跟你们讲 宗教跟医学要有区分 不要老是混淆在一起 了解吗 忏悔就是心理的 心理的就是改善热人 哪有治病的功效 没有 如果从某个角度来看 是不能称 如果要称治病 那也是间接的 不能说直接治病 我这样讲你们理解了 如果你们说忏悔人治病 那你们又去找师傅开始 那以后这些师傅都是秘医了 因为他们在治病啊 那不是每个都被抓了吗 你们害死师傅啊 然后还有人说 师傅帮我开示了 我病就好了 好像师傅会治病 你这样讲也是害了他 是吧 所以你只能说 他改善我的心情 让我热人不再消耗那么多 对我病情是有帮助的 那真的还可以 我这样讲解你们理解了 所以对于这些治疑 你一定要很谨慎 然后外面在 到底是真的 能治病不能治病 你自己要有 不要有判断力 要啊 他人不能治病 你要一看就看清楚啊 不要让他有没有乱扯 你一眼就可以忘川 这才是智慧啊 我是现在在教你们 这些都要判断得很清楚 好 那这些都没有问题 我们继续看下面 除温敷外 所有保健方式 既不具体针对某种疾病症状 也不直接处理他处体伤或患处 而是通过全面增强体力 自愈力 以期自我修复 因此 若要达到保命增兽 及间接疗愈疾病的目的 则需持之以恒 日久方显奇效 好 那前面讲医疗 这里讲保健 那到底哪一个重要 我下一段就再记住 你们好好看下一段 虽然治疗疾病 必须医疗与保健并用 但由于体力的提升 不仅是保命增兽 及间接治病的治疗主要关键 也是判断病情好转的 诊断重要依据 所以生病时 与其外求与解除症状的医疗 还不如内求与恢复体力的保健 由此可知 保健比医疗更为根本 更为重要 所以到底是保健重要 还是医疗重要 很明显嘛 这一看就知道保健根本是最重要 因为你治病的目的是一定要保命 征兽 让生命能延长 这个他就达到了 因为有体力就可以达到了 那还有好软与恶化的诊断 尤其重病 看的是体力还是症状 体力啊 所以这个才是因中之因嘛 所以既是治疗的主要关键 又是诊断 那这个治疗跟诊断就是医疗 所以好的保健也可以达到医疗的功效 是不是这样 那所以他比医疗更加重 反正你记得一句话 你死不了 那病就会好 病最怕你来磨它的 它怕你啊 了解吧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二 内治法 在内治法中 药食对身体的影响有两种药素 药性与成分 此处药性仅指药食之寒 凉 平 温 热之特性 此两者皆影响热能作用于组织器官运作 但药性主要是影响热能作用 从因改善体力 以达到保命增兽及间接治病的目的 固属保健 成分主要是影响组织器官运作 从果处理体伤 以达到解除症状治疗疾病的目的 固属医疗 其实你们接下来看 我已经医疗医保健 我改了还蛮多 这一天 所以你们就只好等待下一版 下一版会比较完整的陈述 好 那我们来看 一个药食里面 它一定必备着有成分跟药性 它本来就有 就好像一个人 有身体的组织架构 还有一个什么 个性 那药食里面 我是用这样的比喻 它也有它的成分组织架构 那它也有它的个性 比如药性 那药性我指的是 温 热 平 凉 寒 这五个药性 它对身体的影响来说 好 那所以一个药食 它既有成分也有药性 所以它当然就会影响我们的怎么样 组织器官的运作 还会影响我们的热能作用 对不对 它两者都有 只是 有些人特别重视药性 有些特别负重成分 那它就会走向医疗 比如强调药成分的 它就走向医疗之土 强调药性的 它就会走向怎么样 保健之土 那这个就是中西 开始医学的最大的分析 就在这里开始 为什么 这个也是时代时代 古代没有所谓的科学仪器 来抽取 抽取药食里面的成分 来研发出像类似西药 影响组织器官的运作 所以它着重在药性 所以重要 比如说 常常会讲 哎呀你胃热 我就用一些寒凉药 胃烤我就用温热药来温 就是又要分这些药性 来治疗你的 改善你的体质 达到治疗疾病 哎这个就是很自然的 所以弹药性指的是东方的思维 也就是中医的思维 那弹成分就是指西方的思维 就是西药 就很自然 因为西药刚好发展在这一个年代 刚好可以利用科学仪器 来抽取里面的成分 加以体验来制成西药 来达到从活解证 所以这样就变成两个医学 走向一个最大的分歧点 原来就是从药性跟成分 而产生分歧 那药性着重在哪里呢 药性主要是影响热人作用 有没有 达到什么 改善体力 然后来修护体伤 有没有 来达到怎么样 保命征受 还有接接治病的目的 对吧 这个保健刚刚我们一念了 所以它总向保健 这这里药性是总向保健 不需保健 那成分呢 它刚好相反 因为会影响疾病的有两个途径 它直接从怎么样 影响组织器官运作 然后去从果处理体伤 它不是从阴 了解吗 因为它不需要考虑 因为体伤 它处比伤一定是外治法 而非内治法 那内治法达不到刺激那个痛点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它只能从果 全身都阴 它进去就是全身都跑 那全身吸收了 然后它会影响各部分的组织器官 了解吗 来达到它解除症状 治疗疾病的医疗目的 也就是固除医疗 了解吗 所以你看药性走向保健 成分走向医疗 那所以西医 我说它没有保健 就是在这里也可以看得出 那内治法根本 为什么没有重视热 因为它就是要研究它的成分 来达到它解决疾病的目的 而走向医疗 这样清楚了吧 好 但是问题又来了 因为现在的养生血 有很多 比如酸碱瓶的你们听过了 专门维他命ABCD 你们也吃过了吧 那生金饮食也用过了吧 也吃过了 这些都是 那到底它这些是在 保健还是医疗 还是它在谈成分 还是在谈药性 你们现在的养生概念 你们是模模糊糊的全部接受 但我从这里已经 帮你们做下结论了 了解我的意思吗 你就市面上的这些养生 到底能不能达到养生 还是走向医疗 我们一一来解剖 好不好 所以这个就是变成我们 很主要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我们来看下一段 生活中常利用药室之成分药性 来调治疾病及保命增兽 从医疗保健的角度深入分析 含量性吸药通过其成分 可影响组织器官运作 从果处理体伤所致之症状 所以它具有医疗治病解除症状的功效 但含量性食物不能有效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及热能不足 所以它既非医疗也非保健 含量性钥匙有没有像西药那种功能 可以影响组织 没有啊 了解我的意思啊 水果这些含量食物难道都有治病功能吗 没有啊 它没有办法影响组织器官 含量有没有办法改善热能 也没有啊 所以它既非怎么样 医疗也非保健 不是说食物就有医疗跟保健的功效哦 了解吗 尤其含量性食物 食物两者都没有 直接都否定掉 那就是含量性食物就是 除了一个好处就是好吃以外 其他都没有啊 但被身体有没有帮助 其实都已经否定医疗与保健 医疗就是让我们健康 保健就是让我们长寿 那它既然不认了 让我们健康也不能长寿 那这个含量食物是好的还是坏的 你们自己就想 就像你那个汽车引擎要加汽油的 你去加柴油 柴油还是能动 但是久了身体就出问题了 一样的道理 好 那这里都到这里还是没问题 我们继续看下面